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入适量的花椒 目的是去除猪皮的腥味 再放入一些葱 增香 待水开了后 调小火 加盖 焖约二十分钟 这期间取一些蒜苗 切去老根 清洗后将蒜苗切断 取四个清洗过的花菇 剪去地 顺手切成略厚的片 再取四个青尖椒 去头 切成片 肉皮煮好了 开袋后查看一下 肉皮开始软烂 但还有弹性 千万不要煮过头 取出肉皮后 用冷水清洗一下 去掉肉皮的腥味 清洗好的肉皮刮去多余的油脂 再用橱纸将表面清理干净 取一段用刀机上花刀 其目的是让肉皮吸附住肉汁 由于肉皮有韧性 粘性 所以刀上可以沾些水 若不会击刀的 可以直接将肉皮切片 提前准备好调料 分别有皮线豆瓣 油辣椒和糖 锅上火 烧热 加入少量油 先下入花菇 煎出香味 撒入一些胡椒粉 待花菇变色 洗香后 放入蒜苗一起煸炒 蒜苗变色后 放入花椒增香 再放入豆瓣酱 油辣椒 糖 水一起煸炒 最后下入肉皮 肉汤 一起翻炒 倒入青尖焦段 细香 起辣 然后加盖焖约两分钟 让汤汁与肉皮融合入味 好了 肉皮已经变得软糯 粘性大增 可以出锅了 品尝一下 肉皮软糯且有弹性 香辣鲜甜 风味十足 寻常的食材做出不一样的氛围 是本视频追求的目标 妄感兴趣者可以尝试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